就是他跳舞嘛 然后异性朋友一直很多 经常去夜店啊什么的 但是去夜店就去夜店 那他就一个男生 跟那么多女生一起 这肯定生气啊 跟一群女生 发朋友圈自拍给我看嘛 主要就是你看 我也喜欢跳舞 这是我爱好吧 那我那一圈的人 都是喜欢音乐 比较happy那种 也不是纯兴趣啊 我去那也是有一些老板 一些健身客户 就谈夜舞 你在酒吧 谈客户啊 因为我跟你说了 我幸好爱去音乐爱好 就跳舞啊 跳舞就喜欢那种风格 那种感觉啊 我们都是一帮一拍的 那你说捧你圈的事 那我怎么 反正我就看到 是你一个人跟一群女生 一群女生 那我是不是发出来了 我光明正大呀 你不光明正大的时候呢 主持人他有一次 单独跟女生出去看电影 又吃饭什么 他有女朋友 那女生也不知道 他有女朋友 我那个就提到一个学妹 你知道吗 然后就我就不如我老设 我设长她设缘 人家又没有什么坏心思 人家就约了我 就去看个电影 吃个饭啥的 我怎么拒绝啊 那你就没有几个 兄长学弟 如果是好意好意 去叫你吃个饭 那个看电影 你就拒绝他 你怎么那么高大上呢 那上次 他跟我一起去逛街 我本来心情就不是很好 我想让他陪陪我 他自己一直在那看手机 那你的手机 有那么好看吗 我偷偷看了一眼 是个女生 你要不就跟手机过去吧 你要上手机那人出来 你跟他去逛街 那我是你女朋友 你本来就应该跟我去逛街 我再跟你说说了 这有原因你知道吗 那个人就有点不舒服 那个时间 有抑郁症 然后那个人正好就 可能我给他传议我信息 可能有助于帮助的他 所以他才光找我 我也不舒服 那你也没看关心我呀 你是医生吗 我就问你 我不是医生 但是我说的话 可能对他来说就有 可能让他舒服一点 他能不找别人只找你 而且你有女朋友 你会不舒服吗 也有啊 你会告诉他吗 会告诉他呀 他会关心你吗 刚在一起的时候会关心 现在呢 现在就不关心我了 基本是怎么样的 一种状态 就是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还会送我点小礼物呀 什么的 现在久了 那血海问暖都没有了 那就有一次我生病 我在家里 就特别难受 我就发了个朋友圈 我说我好难受啊 然后他呢 他在底下就点了个赞 别人还知道 你不舒服吗 那我用不用跟你送药呀 那别人还知道关心我一下 他是我男朋友 这点事情都不关心我 这个点赞的意思是 哎呀 病得好是吗 你还好意思说这个事嘞 你发破一圈 你是不是这里有问题啊 你发是给谁看的 你有病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call我呀 你发破一圈 那不所有人都能看见了吗 你的目的在哪里呢 你看还有 你刚刚自己都说了 有陌生人 还问你 那你的目的不就这个吗 不就为了 就显现一个女生脆弱 就让广大男同胞来关心你 而我只是其中一个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 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代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二一方面的感性